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觉得这种景象也是很难见的 前边有三个人 应该是不会超过十个人 现在都是执勤的工作人员 再看一下 我前方的是人民英雄纪念碑 后面是人民大会堂 这边是毛主席纪念堂 前面是天门城楼 这边是国家博物馆 人太少了 这个和疫情有很大关系 前两天 一直没有增加确诊人数的时候 天门广场的人已经渐渐多了起来 虽然没有以前疫情之前那么人多 但是感觉已经 人不少了 但是现在看 真的基本上没有什么游客 其实来这个地方并不是说那么危险 我们安检的时候 只需要提供身份证 测体温就可以了 没有过多的程序 我们下宵了 那就转了 下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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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